嗯 好 我們看那個10.05囉 我看你上課哦 注意聽啊 那個... 這個是 那個 嵌入啦 嵌入我們在逸位的時候已經學過了嘛 對不對 那這是高緯度的啦 兩個變數以上的 那这是那个 直接利用全维分的观念 直接下去做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这 第一个 我现在考虑了所有的底下 这些函数都可以维分 所以这边维分都没有问题 第一个就是 我的z如果是sy函数 那xt函数 y是t函数的话 那我们 partial e partial t 就得 y 底 t 这个 你看讲义有没有打错 底 y 底 t 这个是由 由那个 全维分来的 因为我们知道你这个 你如果z等于fsy的话 对不对 z等于fsy的话 那你挖掘你的底 z 他的全维分就是 等于多少 等于这个f对s偏维分 底 s嘛 对不对 加上f对y偏维分的底 y 或者是 或者是z partial z partial s 底 s 加上 partial z partial y 底 y 好 看有没有问题这个 对不对 这是全维分来的 那现在呢 现在你这个x跟y都是时间函数 x跟y都是t函数嘛 对不对 所以你直接除以底 t 全部左边右边除以底 t 全部把它除以底 t 好 全部把它除以底 t 全部把它除以底 t 好 因为你的sy是t代元素 好 来看有没有问题 这样可以吧 直接由全维分来的 好 直接由全维分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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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我们的那个 相反是这样子 相反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的z呢 你的z呢 是xy 反数嘛 对不对 那x是t的反数 y也是t的反数 如果是双辨数的话 你就用partial 像这边的话z呢 是sy的反数 所以你就用partial partial 那如果是单辨数的话用d t 这边抵s抵t 抵y抵t 好不好 所以我要觉得你 你最后的z呢 是t的反数 最后的z呢 是t的反数 所以两个路径都要 尾分 x跟y 反数的 那两个路径都要尾分 那就是 对 第一个路径 这个就是z对x 平尾分 这边是partial e partial s 在抵s抵t 抵s抵t 抵s抵t 可以吧 好 因为这边是单辨数用d 来 再加上第二个路径是这个 这一条路径 就是partial e partial y 在抵y抵t 来看有没有问题 就是所有的路径 你都要回到就对了 好 这样有问题 就是 我再 讲一遍 就是z是sy 凡数 那s是t凡数 y是t的凡数的话 那你最后的z 你跟你这个z是sy凡数 st凡数 y是t凡数 所以你最后的z是t的凡数 你可以对它尾分 但是z既然只是t的凡数 partial y partial s 抵s 抵s 抵t 再加上这个路径 所有的路径用加的 就partial z partial y 抵y 抵t 来这样可以吧 我们看底下这个例子 这个z呢 如果是x y的凡数 那s是pension3t 那y是n的t 那求d z 抵t 就等于partial z partial x 抵x 抵t 再加上 这个partial z partial y 抵y 抵t 对不对 根据我们的公式 来z对s平为1 把y当常数 所以这个 y三方式常数 所以是2倍的x y三方 好不好 那后面那个s四方 对 这个s平为1 是4倍的x 三方 乘上 这个s对t s对t为分 因为这边只是单辨数 所以s平为1 就照超一辨 再切进来对exponent为1 切进来对3t为分 所以是3 这是x 底t 加上 z对y平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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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s当常数 s平为1是常数 所以是s平为1 所以是s平为1 那乘上3倍的y平为1 好 好 对y平为1 是n的为1 是 翻到分母来 好 看有没有问题 这就是答案 你可以把sy 转换成t 那不转换也可以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来看有没有问题 可以吧 那你当然也可以怎么做 也可以把那个x跟y 你可以把s跟y 既然都是t栏数 就是你就全部带到这里来嘛 那在整个对t为1 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或者你这样做啦 不过这个你要花 比较长的时间啦 就是你要去 代入啦 你的z呢 就等于 这个s是exponent的3次方 3t在平方 y的话是n的t 的3次方 减掉 这个exponent3t的 4次方 对不对 所以整理一下 就变成是exponent的6t 再乘以n的t的三方 减掉exponent12t嘛 可以吧 可以吧 那你可以看出来 整个z呢 就是t的暗数 那就直接尾1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就得到 这个 这个 底z 底t 就等于 来第一项是 两个t暗数 相乘的尾1 尾1 固定一个 对前面这个exponent 尾1 再乘上6 那固定n的t的三次方 加上 好 固定exponent 尾1这个是 次方式翻下来 次方式减1 再切进来 对n的尾1是t分之1 对不对 那 减掉后面 这个尾1 减掉后面 这个尾1 所以exponent尾1就照抄 再整一个 12t的尾1是12 好 看有没有问题 你可以整理它 可以整理它 不要整理也 无所谓 对我来讲是无所谓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答案 对不对 感觉一下 比较一下 第一个 这一项跟这一项 这个是y 这是y y平方 那这边是x的平方 所以这一项 等于这一项 没有错 对不对 那后面这一项 12倍的s三方 12倍的 这边是2t的三方 是6t 这边是3t exponent 3t的三方 是9 9加3是12 12t没有错 这边乘起来 是等于它 来前面乘起来 看会不会等于它 这边是3 2得到6 没有错 那 x呢 exponent 3t 3t是6t 没有错 那y的三次方 没有错 可以看出来吧 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 好 所以你用第一个方法 会比较容易 不需要做这种代换 第二个年纪是 也是sy函数 但是现在的sy 是st函数 s跟t函数 那这时候呢 你最后的z 当然就是st函数 所以你可以z 对s 偏为分 那z 对y 偏为分 那你两个路径sy 把它类出来就是答案了 好不好 我这边给你看 好 你的z 是sy函数 那x是st函数 y是st函数 对不对 所以最后的z 是st函数 好 那这边呢 都是双变数 所以这边全部用partial par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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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因为都是双变数 好 所以我们就得到 你的partialz partials 就这个路径跟这个路径 两个把它加起来 这个路径就是partialz partialx 再partialx partials 加上 好 这个路径 就是partialz partialy 再partialy partials 来看一下问题 这是s方向的 平尾分 可以吧 你不能把这个消掉 这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个z对s来讲是 算是 对s来讲是全尾分 他对s方向是偏尾分 对s跟y方向来讲是偏尾分 不一样 另外一个是partialz partialt partialz partialt partialt 是这个路径 跟这个路径 这两个路径 partialz partialx partials partialt 加上partialz partialy 就这个路径 就这个路径 partialy partialt 好 看有没有问题 这样可以吧 那个好像讲义 打错了 改一下 这边是partial partialy partialy partialx partials 这边是partial partial partial 改一下 好 立体二的话你试试看 你现在的z是sy函数没有错 那x是r s y 是r 所以我们最后的z呢是r c 所以你partialz partialr partialz partialz 就可以被求了 好我们看立体二 你的z是sy函数 那x是r c y 是rc 对不对 所以最后z呢是rc的函数 所以两个都可以偏尾分 partialz partialr 就等于 这个这个路径 跟这个路径 所以是partialz partialx partialx partialr 加上partialz partialy partialy partialr 好 来 这样有问题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 z对x函数 把y当常数 所以第一项是6倍的xy 加上 expositiony x对r函数 cosc d答是常数 对r 尾分 一样 对r尾分 c 加上 partialz partialy 就是对y偏分 把s当常数 所以3倍s平方 加上 x explainy partialy partialy 是 y对r 偏分 是sine c 可以吧 就这样子 很容易 你如果微分会的话 这边事实上都很容易 那partialy partialc 就等于 也是一样是这个路径 跟这个路径 对不对 来 这个路径的话是partialc partialz partial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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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alc 加上 这一个路径 第二条路径 第二条路径 是partialy partialy partialy partialc 好 所以这边是 这个 这个一样 这个一样 右边s y加上 y partialy partialx 是一样的 partialx partialc cos 是负酸 r是常数固定 它 所以是 护r 比较3 c 对不对 加上 partialy partialy 跟它一样 來 partialy partialc 3 我原来是cos 好 固定 好 这样有问题 好 有问题 可以吧 接着看定理3 定理3 定理3 你如果 g是 w w 是xy 按数 那这样子的话 你最后的g 当然就是xy 按数 所以你可以 g对x 偏文 跟g对外偏文 这两个都可以做 好 好 好 你的z 等于f 那f 是w 凡数 那w是xy 凡数 对不对 所以最后的z 就是xy 凡数 所以你可以z 对x 跟z 对外偏文 好 这边是单变数 单变数 用d 松变数用partial 好不好 所以这边就是 抵f 或抵z 都可以了 抵f 抵w 对不对 在w 对x 偏微分 好 那第二个呢 y方向就是partialz partialy 就等于f 抵w 在w对y 偏微分 好 看有问题 就这样子 可以吧 来看这个例子 这个z 是f的x 减y函数 什么叫x减y函数 修计的话 可能是x减y 把x减y 把x减y 当一项来看 就是x减y的 譬如说 平方 或者是exposition x减y次方 或者是sine x减y 就这样子的一个函数 把x减y 当一项来看 它这边呢 partialz partialz 跟partialz partialz partialy 是等于0 也就是说 我这样子的一个函数 结果是x减y 你把它当一下的 这种函数 它一定会把这种 偏微翻成 这种偏微翻成 一般我们在解偏微翻成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找 这样子的结构 好不好 好 好这个怎么偏微翻呢 你待会你一看就是 z既然把这个当一下来看 那就是这个函数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拎掉 我们就把它拎掉 我们拎那个 w等于s减y 哦 拎w等于s减y 对不对 可以吧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z就等于f w 对不对 w是s减y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就满足那个条件啊 你的z 就等于f啊 它是w减数啊 w是s减数啊 对不对 所以你的partialy partials 就是 就等于 这个 这个 f w 再partialw partials 对不对 f对w为分 f对w为分的话 我们不晓得f长的什么样子啊 哦 我们不知道f长的什么样子 他可能是这样子啊 他可能是s减y的 十次方啊 对不对 那你对w为分 你对w为分等多 就是对 减y为分 这会点多 就是次方式翻下来 次方式减1嘛 对不对 哦 就把整项当一个变数来看就对了 对吧 好 所以呢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一项到底是什么东西啦 就保留 W W 对s减为分 这个对s减为分 是1 好 来 再来呢 是partial1 partialy 就等于 还是一样是这个路径 就是f dw 再partialw partialy 对s减为分 w对s减为分 这个是负1 对 所以你如果把两个加起来 你就可以得到怎么样 你就可以得到 partialy partialx 加上partialy partialy 就等于0 有没有看出来 这两个加起来刚好是0 所以我们就得正了 好 这样有问题 好 接着我们看底下这个 这个你可能比较熟悉一点 就是这种这个 这个 曲面换成是 就是f sy 等于c c是常数 那你也可以等于0 因为你c过去 是减c等于0 所以我会觉得可以等于0 这都无所谓 等于0的话 当然就是整个局面在sy平面 等于c也可以 这无所谓 好 那你的y是s减数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我当然y可以对s为分 比y 比s就等于多少 就负到f对s f对y 好 对吧 这什么意思呢 好 你一个曲面嘛 对不对 是z等于f sy 他的等高线 大f 等高线在这个某一个c点 切过来是一个曲线 对不对 那你可以把这个曲线 推移到sy平面来 这无所谓 对不对 他推移下来 来在某一个点的导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某一个点 这个点 对下来这个sy s.y. 在这个点的切线写率 他的切线写率 他这个写率的话 就等于dx 就是 假设是在p点 假设是在p点 假设点是对上来是p 好不好 可以吧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为什么 因为我要觉得你 你 因为你的f是 等于c 想说嘛 对不对 这时候你全为分 你的df全为分 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f对s偏为分 dx 再加上f对y偏为分 dy 对不对 好 那你c的文 c的文 c的文当然是0 对吧 好 所以你把它移向一下 你就可以得到 把这个 你把这移过去 把那个f对外偏为分移下来 所以你就得到dy.s 就等于负的 这个f对x f对y 偏为分 好 那你记完了就是 他这边有个负号 交叉 好不好 交叉 dx就是f对s dy就是f对1 dy就是f对1 来看有没有问题 可以吧 有没有问题 来你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是s3分加y3分等于3倍sy 然后求dy.s 我会觉得这个 以前的上一期的交法是怎么样 你要怎么去求dy.s 有没有印象 你想想看 用什么方法 好 是不是把y当s函数 用隐含数的方法 对不对 把y当s函数 你这边对s 我用是三倍s平方 这边对y边是 三倍的y平方 再切进来 y对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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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三倍的 你就我用一个固定一个 对s 固定y 加上固定s 对y固定s 再把 dy 解出来 对不对 你是不是用这样 好 那现在我们就是 用这一个偏文的方法 一般就称它为数解法 可以吧 来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呢 你有一个 必要条件就是 你要另一个f 大f等于一个常数 等于0 或等于 1 23都无所谓 因为它是等高线 所以 投影下来都一样 好 我们另一个 一个大f等于 x三方 加上 y三方 减掉3倍s y 那等于0 ok吧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底y 底s 就是 就等于负的 f对s 平为弯 除f对y 平为弯 对不对 所以就等于负的 对s平为弯 是 双方式半价 双方式减一 减掉 对s平为弯 是三倍y 对y平为弯 是三倍的y平弯 对y平为弯 这边是 我的三倍s 对 对 来 再把那个 3 消掉 好 看有没有 你回去自己试看看 用那个 前面交过的方法 跟做出来答案是不是一样 可以吧 好接着我们看第五个 如果我们的f呢 是三个变数 s y z 等于c 这是等高面 他等高面 对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整个这个f 这个整个当一个f函数 s y z 那z 或者是sy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z 当然就是sy 所以你partial z partial x partial y partial y 就可以求了 因为这个时候z 是两个变数 好 他等于多少呢 就是负的f对s 除f对z 就是你同样可以 好 跟刚才那个 底y 底s 这个一样 好不好 就是f对y f对z 这样可以吧 看有问题 这个就相当于那个等高 就偏微分的话就是导数嘛 你就 你又把整个z 把它整个z 当 当这个f的话 你整个是一个 你整个是一个 sy的数 那整个 这一个的话就是整个f等于c的 整个f等于c的曲面的话 好那在某一个p点 它对上来 那什么是他的那个 什么是他的篇文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嘛 就切线协力嘛 对不对 所以在p点的时候呢 你对上来 你挖掘 这个在 往s弯向 往s弯向 你这边就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就切线下来 好 就往s弯向的切线协力 好 往s弯向的 这条 这条直线的 他的协力就是 partial y partial x 好不好 在p点 来看有问题 往y弯向的话 一样 往y弯向的话 就是对方向的 切线协力 这样可以吧 好 那么看一下这个 为什么这样子对了 同样你的f xyz 是等于c 那你的g是xy的数码 对不对 可以吧 好 所以呢 我0就等于两边 好 好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同样你的f xyz 这个尾分 全尾分 全尾分 全尾分的话就是f对s偏尾分 的底x 加上f对y偏尾分的底y 加上f对z偏尾分的底z 对对x 那底z的话呢 因为z的话是xy的数 所以Z呢 又可以对s跟y做全尾分 好 所以我们就得到f对s偏尾分的底x 加上f对y偏尾的底y 加上f对z偏尾分的 qui 对y 加上f对z偏尾分的 在对那个xy向偏尾分 Z 好 底z的话是z对x偏尾分 所以这partial z,partial x,ds 再加上partial z,partial y 的 dy 来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好,那现在把ds换成一项,dy换成一项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 f对s,f对z,partial z,partial x,ds 再加上f对y,偏尾分 加上f对z,偏尾分的partial z,partial y 的 dy 对不对,好,那它等于0,这个等于0 但是ds跟dy是两个垂直的向量 对不对,你如果把它当向量来看的话 三尾的xy,或者是 它事实上是独立的啦,两个是独立的方向 独立方向要等于0的话 就个别要等于0,个别系数要等于0 对不对,个别系数要等于0 那因为,你的dx跟dy呢 它是 near independent 正常这个要等于0 就是线线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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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會等於0 他要等於0的話就個別係數都要等於0 好 就表示說這個等於0這個要等於0 這時候你就可以得到 你的independent你在公訴的時候會學到 就可以得到你的F對X偏文加上F對Z偏文的partialE partialX等於0 而且呢 F對Y偏文加上F對Z偏文的partialE partialY這東西要等於0 所以你把它整理一下就可以得到 partialY partialX 等於負的螞蟻過來 除下來 好看有問題 好我們看立體5 如果立體5呢就是exposition的SYG次2 1.2 可以令它點大F 我求partialY partialX partialY 如果沒有寫Y是SY元素 你求那個他要求的東西你就去可以知道 因為Y的話就是XY嘛 所以你才有求的必要嘛對不對 所以你求這個就表示說Y就是SY元素 對不對 但你很合理的可以感覺出來S也是YG元素嘛對不對 看你怎麼看嘛 對不對 ok吧 好 所以呢我們就根據這個公式囉 所以G對X跟對Y偏微分 我想要得到這個等高面 事實上這個就是一個曲面嘛 叫SYG平面 來講就是一個曲面嘛對不對 那曲面呢 就是G在某一個 某一個點的話 你就 某一個點的話就是 在那個那個點上的對X跟對Y的偏微分嘛 就是他的缺陷協律 就是他的缺陷協律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 引力 F就等於Exponation的SYG -2好了 他等於0 等於2也無所謂 好這個時候呢 你的PartialE PartialS就可以得到是 負的交叉 F對X F對E 就這樣子 ok吧 來對X平面微分把YG當常數 Exponation微分就照抄一遍 再切進來對XYG 對X平面微分 C和YG是固定 來對G平面微分也是一樣 把SY當常數 對Exponation SYG 在切進來對G平面微分是SY 對不對 所以我要覺得你把它整理一下 就是變成負的X文字G 來看一下問題 ok吧 把它削掉 把這個削掉 就削掉 削掉 削掉 來PartialE PartialY 就等於負的 這邊是F對Y偏微分 F對E偏微分 也是一樣交叉 就負的 對Y偏微分是把SZ當常數 所以是Exponation的XYG 再切進來對Y偏微分 所以是SZ 那對G偏微分也是一樣 在SYG 再乘上SY 所以把它整理一下 就把Exponation這一項消掉 X也消掉 所以就變成負的Y分之Z 來看一下問題 你如果不相信的話 你就可以把那個 兩邊取對數 取NN的 就是SYZ 等於NN的2 再把SY 除到右邊去 所以Z就等於XY分之NN的2 他再把他對S對Y變微分 就可以了 也是同樣得到這個答案 會得到這個答案 我們看定理6 定理6的話就是 我們的FS是等於 從GS到HS 這邊是F的SY的數底Y 對不對 這邊Y基本完之後 把它帶進來 帶進完之後 整個都是S的函數 所以你就是F就是S的函數 對不對 那如果這邊是 如果這邊 那個X拿掉的話 如果這個FS拿掉的話 那你對它微分的話 什麼分 就上線取值 微分扣掉下線取值分 就這樣子 對不對 那現在這邊 有S有S變數 那怎麼辦呢 你就切進來對它微分 對它偏微分就好 多這一項 多這一項 可以吧 這是因為怎麼樣呢 因為你如果是 我現在如果考慮那個 我現在只做一半 這證明只證一半就好 這後面這一項 我就不管它了 我只考慮這一個 我說如果的FS 是你從A到B 在這個F的XY 比Y好了 那AB是常數 AB是常數 對不對 那我看一下F對X分為年 F對X分為年多少 那根據我們的定義就是 怎麼樣 Limit H就近一點 對不對 H分之 F的 取值是X加H 扣掉F 取值是X 對不對 對它微分 插商取極限 所以這邊就得到 Limit H就近一點 H分之 你這邊F的X加H 帶過來 所以是A到B F的X加H Y 底Y 扣掉 這邊是A到B F的XY 底Y 對不對 來上下線一樣 把它變 H跟Y無關把它 搬到裡面來 所以就可以變成是Limit H去近一點 G分A到B 這邊就變成 裡面是H分之 F的X加H Y 扣掉F的XY 對不對 在底Y 可以吧 好 這邊的G分呢 跟那個H無關 所以H抓進來 H抓進來 H抓進來的話 就是它的極限 它極限的話 根據我們的 偏尾N的定義 就是S方向的偏尾N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G分A到B 所以Limit H去近一點 H分之F的X加H Y 扣掉F的SY 對不對 那就是A到B 那裡邊就是F的X 偏尾N 來看有沒有問題 所以 第一個部分就沒問題了 如果是 如果它的上下線是 常數的話 那如果是偏數怎麼辦呢 我們就用連鎖率 連鎖率 全新區為 跟那個一為一 跟那個前面第五章講的一樣 好 看有沒有問題這個 這定理的說明 好 我們看立體六了 立體六的話 你的Fs 就長這個樣子 這邊是對T 積分 那裡面 積分體裡面也有S的變數 那上下線也有S的變數 那這時候怎麼回分呢 OK 那你根據這個公式啊 就是對S 偏分的話就是切進來 對他偏偏分 對S偏偏分 他在上線取值偏分 扣掉下線取值偏分就好了 好 做這個動作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我們看立體六哦 立體六你的Fs 就等於 來 上下線的積分固定不動他 對不對 來 裡面的對S偏偏分 這個東西對S偏偏分 就是更號偏分是 翻到分母來 兩邊 對S哦 再切進來對S偏偏分是兩倍S 對不對 底T 好 這個是裡面的偏分偏緩了 在上下線 加上 上線取值 這取到取的位置 在T的位置哦 在T的位置 上線取值 再切進來對他偏分 對不對 扣掉下線取值 再切進來對他偏分 可以吧 好 所以呢 你最後就可以得到 這邊就二消掉 那這個結分怎麼辦 你不要管他了 這 這結分不要管他了 就這樣保留 扣掉 這邊是三倍S平方 加上三倍S平方 那這邊是更號的S平方 加上S的六次方 對不對 扣掉這一項 扣掉 這是X分是E 所以就更號 這邊是兩倍的S平方 好還有問題 就這樣子 可以吧